关心年底的七二一大选 民进党台北市长再也整合民调结果出炉 由台大医师柯文哲胜出 但是民进党有可能不会提供竞选经费 柯文哲说过去的政治献金文化 让政商关系不清 现在呢就正在思考 要如何打一场便宜的选战 一下签书一下签T恤 台大医师柯文哲利用周末南下 彰化基督教医院演讲 虽然在台北市长绿营初选民调刚获胜 但如果真的出现 民进党未必会提供竞选经费 要怎么打一场省钱的选战 柯文哲很苦恼 点出台湾选举文化的陋习 不过一旦投入选战 势必得花钱 要不要办大型募款参会 柯文哲还在思考 不过已经先决定 要让选举经费干净透明 其实我有在想 要不要把费用 全部上网公告 整合是你要拜托别人 所以通常是让对方牵出台 虽然赢了民调 但接下来显然还有许多挑战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柯文哲坦言 等到选战激烈 将会采用小额募款 再也整合柯文哲 跨出台湾政治史的一步 就看有没有可能 在打场便宜的选战 为台湾选举再立一项创举 联合报 郭宣文 彰化报道